哈喽,大家早上好 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国是不太太平 因为黑人被虐杀的这个事件 而引发了全国的大游行 有些示威反对者 甚至在西雅图市区内建立了一个自治区 在这个自治区里面 没有警察,没有政府 宣扬着一种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 里面到处充斥了涂鸦 并且还有免费的食物发放 听着呢就非常的有意思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探一下虚实 看一看里面究竟是怎样一片天地 好了,现在我们走吧 我们下屈了一片天地 我们下屈了一个小的小的小的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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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的小小的小小伙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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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